嗯嗯嗯 Yeah Dream on 我先把夢想背上 選擇好的號碼把它刻在背上 走冠軍的寶座還沒打算退讓 I way go the guy way 跟世界對抗 I say Dream on 我先把夢想背上 選擇好的好碼 新歌要不要跟Danny哥也來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軸是國中聯賽這件事情 要不要先來跟網友大概 但這件事情我好 我是有聽到啦 但是也是也是看到陳文哥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有分享 然後才去關注到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個報導 我覺得他就是focus在 就學嘛 他的入學的權益 對 那如果他因為這樣子沒辦法打球以後 他就是可能沒辦法升學 又回到我們剛才講的戰績 對 曝光 然後升學 對 所以就變成說 大家好像是圍繞在 這樣的一個升學的方式 兩方在拉扯 對 所以你就會想說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方向思考就說 那有沒有另外的方式可以讓他升學 可能打球沒有在先發的 或者是沒有報到名的 嗯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管道 可以讓他升學 我覺得會衍生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以現在制度來講 我們不多說 因為 畢竟制度已經行事很多年了 一定有他的利弊跟剛才電力哥講的 公立學校跟私立學校在運作起來其實不太一樣 對 其實我們以前在帶球隊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呃高中的升學就是第一個就讀招 就是基本上就是 呃大學看到哪幾個球員 基本上 呃我想要找你來 你來考試 讀一早成 基本上就是 呃就是OK的 對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有報到名的 你可以用保送真實 嗯 可能我今年打第二名 那可能加分15% 對 然後你再去用 比試 學分 然後去考試以後 去加總那個 你可以去填你的志願 對 那再來就講了 第三個沒有報到名的呢 嗯 對 那剛剛Danny哥有講嘛 我們可以去 其實這個就 我覺得會是說 制度面上的東西已經固定了之外 因為每年炒的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是會是在 各校的配套措施 可以去做 操作 嗯 跟運行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嘛 讀招保證 沒有報到名的 你可以去約 可能 他想要去哪間大學 你可以打友誼賽 去曝光 讓那個大學教員看到 這個球員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去 啊 進入到大學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就業的話 但是比較遠就是就業啦 就業我之前是有想說就是 在校友會的 這個部分 OK 對 校友會其實是蠻大一個重點 對 就是一般的 一般 一般 進入業界的校友 進入業界的校友 不管是籃球也好 他是成功的一個經營公司 他怎麼樣去 串聯 幫助學弟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並行的 然後在 課月 課月的話 我覺得真的蠻難的 就像我們現在在 入Puggest 已經要準備開打了 或者是有 你有時候 去遺地訓練 也是用上課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 就是各校 成績沒辦法要求 但是你要讓他習慣上課 可能用 啊 假日的時間 因為其實高中放假時間很少 假日的時間找 有熱情的 有這個老師 可以去幫他補上這個時數 至少讓球員跟選手 他習慣坐在那邊看東西 OK 甚至剛才跟Danny哥聊到 才知道原來開難 他是有另外一個上課的方式 是非常彈性非常靈活的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配套 跟各校都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些配套措施做完 對自己在招生來說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優勢 對 沒錯 對 其實這是 因為我如果是家長 我當然我 如果我沒有辦法保證我的小孩 可以報到名 或是可以打到先發五人 可以有假籍 或是公開一籍的學校可以念 但是我知道他來這邊打籃球 未來是有所出路 或是有所保障的話 其實這對學校方來說 招生是一個蠻大的家 對 其實我 我對於這一次的所謂的 國中以及聯賽的事情 在還沒有爆發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呢 因為提出質疑的 這一邊的開難中學 就是邵志峻少爸 他在成立籃球隊 他開始接手籃球隊經營的時候 就有找我去聊過了 我甚至是 可能是唯一寫過的人 在他們成軍之後 包括他們開訓 也找我去跟同學聊天 那這個東西要講 他其實是怎樣的 看中學籃球隊 他少爸發完臉書 原因他質疑的是說 他其實很妙是 他講的是說 所謂受教權 可是實際教練講的 就是傳統這一派是 他的競賽章程就是規定好 你轉學就是要競賽 不管你怎麼轉家 轉你怎麼都是 他們現在包括邵志峻先生 跟他的 我都說他是戰友 其實就是無界署的署長 實驗教育 無界署的署長 也就是台大電機器 葉秉承教授 事情就是在葉秉承教授 分享之後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結果我們都知道 葉教授一發文 全台動起來 媒體就會跟進 然後就開始很多報導 那時候網友就知道 有人 我有朋友知道 我寫過這件事情 就問我 我想我那時候 人在宜蘭看國中以及聯賽 在輸奧 我想說我人在這邊採訪拍照 我又寫稿 我聊天 我很難抽離去談這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 我一上網查 我一看 Oh I know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多少跟我有點關係 是因為他們 我都有接觸過 開訓的時候 跟葉秉承教授 有過一面資源 也交流過 那邵志峻先生 過去也都有跟我聊過一些事情 他們的東西 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其實我其實有私底下請教過 是吳介淑這一邊 寄出資源讓他們上課 那開南中學的特點是什麼 他這個籃球隊的上課課內容很特別 因為在實驗三法通過之後 所有實驗教育 他其實在 整個台灣的教育裡面越來越多 而且不是只有他們 很多地方都有 比方說台東軍醫學校啊 我去宜蘭 他有看到什麼慈欣華德福 聯合國際實驗 聯合國際就是 以前的籃球隊教練就是王蘭貴 然後後來換人 然後他們就是很特別 他們學校聯合國際在宜蘭 他們是以培養學生未來出國 念書為主要方向 所以他們所吸引到 一些實驗教育所吸引到的家長跟孩子 大家知道實驗學校的學費是很貴的 比一般實驗學校還要貴很多 那開南他的環境就是 因為他們是這一套 但他們不 就我認知他們跟無界署沒有畫上等號 我當時我特別請教葉教授 他說他們是技術資源 也就是說技術輸出 我讓老師去那邊上課 讓他們上個課是比較多元 這個是我知道的開南中學 但是我們現在爭解點在哪裡 他們質疑的地方是 這一個規定其實是害了學生 你不能夠這樣做 你應該不要去限制也好 或什麼你要去改 不要去轉學競賽 不管假轉移轉怎麼轉都不行 可是傳統這一派就會覺得說 這規定都已經訂定多年 如果今天我沒有競賽的話 大家任由大家任由轉來轉去 就會形成挖角亂象 那就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確實這一方面是保障弱的學生 所以我才會說 我這陣子很多教練問我 我還甚至寫 我就開玩笑 我說邵之俊先 大家都叫他開南的哨爸 我說我根本就是哨爸翻譯機 我走到哪 大家都問我這件事情 然後輸入關鍵字 然後我就把答案說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跟他接觸過 那我說 他們這些人的訴求 包括他們所講的事情 他們認為 這樣子才對孩子有益 所以您 不管我想所有人都一樣 可以去看葉秉承教授的論點 跟邵之俊先所提出的東西 他們其實要的是什麼 他們都知道 他們在衝擊體制 他們 我都一再強調 不是只有高中籃球 他們 高國中籃球 他們現在在弄的這一塊 他們的目標 不是單純的籃球隊 跟體育 他們在講的是教育 所以他們的 力道是很強的 他們甚至於 他們是以下我跟我講 他們把他們的所謂的 教育政策白皮書 送給高層 而且不是執政高層 是三黨 總統候選人 他們都有辦法去把這些東西 送給他們看 也就是說他們今天所提出的論點 我並沒有說幫他們講話 就我知道我跟大家分享 他們講的東西 而且 很特別的是 為什麼這一次大家會出這件事情 我這裡可以跟大家預告 我相信未來還會有動作 而且可能會更大 因為你要的不是 出賽資格這件事情 這只是其一 他要的是整個對於 規定的正式 球員應該要去 既然是學生他受教了 還有受教育的權利的 他為什麼今天比賽 還有出賽限制 這就回到 包括剛才講的 不管是18人12人 15人都好啦隨便 每年都會炒飯天 對 然後他的意思就說 那沒有報到名的人 難道就沒有機會嗎 所以我覺得 雙方的論點 我們要去查 那我相信網友也都會去搜尋去看 那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把我知道跟大家分享 當阿長今天說 你來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好了 中秋還是要聊 我其實本來不太想聊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那有點複雜 可是我確實是接觸過 像石欣這樣的基層教練 我接觸很多人 然後我又認識了 邵志韻先生 他找陳桂翔過去 陳桂翔教練很特別是 他辭掉花蓮的專業教練 帶著老婆小孩到台北來任教 所以外界就會說 到底條件開多少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大家要傳聞 我也不可能去證實 但我只能說 邵志韻先生他們這一邊的 開南中學的所謂實驗學校 這個風氣 不是風氣 他們這個風格出來之後 未來還會有更多需要 這個講到剛才的招生 剛才Weber也講到 我是家長 我也想送去 他上課內容就不一樣 他不是那種什麼 體育班上課 大概睡沒有 每個人一台筆電 他們教什麼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球員卡 你們都有照片嗎 他們都有照片 大家用網路 開始教老師教怎麼做 做自己的球員卡 然後上公平課 我們今天要講法治觀念 這是假球讀博 他們就安排去立法院參觀 然後他還會帶學生去看古科 資源很多 他們的資源很特別 他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今天要教你們什麼 比方說他們也曾經邀請過我 但我實在是最近比較不方便 要我去上公民課 我想說我公民是什麼 然後我去跟他們分享是什麼 你知道嗎 當時他們開訓的時候 之前我去就是 跟大家聊一聊 我做的基層籃 我寫的高中基層籃球是什麼 少先都請我跟他們聊 我說就是這樣啊 你們今天是球員 是高中 國中假級 高中假級是什麼 高中級級是什麼 那大家覺得說 你開籃以前在開籃商工 或者是之前 都是報名假級 但是你今年用了這麼多資源 結果你開籃中學新的籃球隊 你知道他們新的粉絲專頁叫什麼 叫Rebound 浴火重生 就是說 等於是新一代的再出發 他們做東西的內容 跟大家的體育班 甚至一般的學校 傳統體制裡面的上課內容 完全不同 那他要做的東西就說 我不是說籃球隊來 我精英呢 不是呢 我今天是讓你來 他也說他一屆收六個 國中收三個 為什麼 他覺得這些人 他是要找到合適的人選 然後去培養他們未來 剛才你們講什麼就業什麼之類 他直接說我要培養我的孩子 不是利用籃球 而是 可能是特殊入學的管道 或什麼之類 進國立秉道 邵志銀先生本身 是國立大學的監督教授 我記得 應該是教大 然後他這個人很有趣 大家可以去查 他為了籃球更了解 他去花蓮參加C級教練獎棄 所以他有C級教練證 很有心 很有心 然後呢 所以他今天出現在比賽現場的時候 他在板凳級上 他是絕對合格 為什麼 我有C級教練證啊 對 所以他可以掛教練 沒問題啊 你們要求的我都做到了啊 他因為他兒子以前有血癌 他在過程中陪伴了兒子看癌 然後各方面 他現在除了是自己的工作以外 他還在國防醫學大學念碩士 所以他這個人真的很狂 他覺得我說到做到 我要做什麼 這個東西都可以查 行動力很強 很強 所以為什麼他今天 為什麼他今天針對這個規則 去大動作的抗議 然後葉秉承教授 把他分享出來 認為這些是不合理的 而且邵志勳先生就覺得說 因為他學法律的 他金融很熟 他要說這種東西 基本上甚至要打國賠啊 我就說 哇塞 你這個東西講出來 很多人都覺得 他到底在講什麼啊 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這訊息量有點多 我要重整一下 小話一下 我雖然採訪了十幾年 遇過很多人 但我第一次遇到一個 對這種基層男球要投入 而且他認為他可以 有很多理想要做的 他說大家都說 我為了我兒子而做 不是 這麼多家長把小孩子交給我 我願意要這麼做 原因是為什麼 所以他今天講的 跟葉秉承教授 跟他一起發出的 不管是寫的東西 或什麼之類 他們的訴求 其實就是覺得 教育環境 如果以他們現在專注 做基層男球這一塊 他就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 我這邊預告 我不是 詛咒或者是什麼 我也不是說 我要幫誰講話 而是就我認識 他真的很個性 而且 他很妙的地方是 他會四處請教人 他會知道假擊 怎麼經營 然後他要怎麼做 他今年打野擊啊 大家說 你用這麼多資源打野擊 他跟我講說 不是啊 我只有這幾個啊 我如果打假擊 他受傷了 然後資格賽打很好 就讓我預賽打贏了 回來又怎麼樣 我又沒有八強 我何必說 他就忍一年 今年就打野擊 台北市國野跟台北市高野 可是你讓他打野擊 台北市國野耶 大家覺得 根本沒有什麼看 他就因為這件事情 直接戳下去 碰 李問石青 在他的認知裡頭 台北市國野的球員 也不是沒有啦 但是很少 你可以上來高中假擊的嘛 相對來比較少一點 比例啊 因為他跟国假比不能比嘛 那怎麼會 大家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要發現 出來講話發生的人 跟過去你看到的國野的教練跟老師 家長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而他所講的事情 也是大家都沒有想到 所以當天事情 一爆發之後 整個炸開 很多我們的體育同業 你就看他們寫報導 我都不用寫 我都看他們寫 因為我不會啊 我沒有去問他們 我不會 雖然我知道他在質疑什麼事情 但我沒有私底下再去問他 或者說 你可能有你的考量什麼 那我就是 就這樣 但是我已經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 很多人問我說 他絕對不是只有單純的出塞資格 當然出塞資格 眼前就是這樣子嘛 他也讓高中提總 民主長出來做說明說 要做問卷 然後到時候重散錄了 看怎麼做改變 但我現在 我能看到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那如果是規則跟權益上 拉扯 哪邊應該要比較 哇塞 這個 你有沒有看我動了一下 動了兩下 這個真的不是一下時間可以說完的啦 那其實我剛剛也有聊到就是 校友會這個部分就社會資源整合的這個部分 就是不是只有籃球 因為常常我們看到各個聯賽 比如高中提總他會有sponsor 什麼什麼什麼品牌黑中沙士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都是在贊助賽事上 他可能有曝光 但其實有可以我之間在想就是可不可以成立另外一個就是在社會就業機會的一個整合 那可能讓高中畢業 因為你每個學校知道球員的狀況 選手的狀況 不是只有籃球 我現在講 可能他就可以跟高中體重來做一個合作或者是 做一個諮詢 我覺得就是獎學金或者是贊助賽事是一個方式 但就業機會跟把觸角或者是讓沒辦法打到頂尖的選手他怎麼樣去延伸他的人生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部分剛剛這個新聞嘛討論的很多我覺得在制度上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還是可以很多 那就是在於各校跟民間的話我們只要去動起來 這邊要說到就是像剛剛清哥也好登林哥也好就講到球員如果未來沒有辦法打球的出路這件事情 大家有一個既定的刻板印象覺得好像容易走偏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這件事情是會容易被放大我相信這一定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會回到我剛才講的就是你選手在失去自己重要的舞台那個那件事情是你的專長那個是你最厲害的 但是沒辦法變成優勢或者是延伸到下一個環境的話他會比較比較比較慌張 然後會很多的挫折那這時候就會正常來講就會求一些溫暖啊或怎麼樣 可能聽到一些哪裡環境賺的比較多快錢還是怎麼樣就可能容易走偏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於統合社會資源嘛像我們這屆啊我高中七個 當然只會跟我是比較幸運就繼續在 在籃球界體育界裡面當教練 那我們還有一個同學他是黃崩宇 他後來是在開那個日式餐飲的那種連鎖 居酒屋啊小火鍋 其實他也是認知到他他後來高中畢業去北體 然後他已經認知到他其實要打上去其實打不上去 打不上去他自己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他大學階段我們有時候出去吃飯的時候 去鼎哥的店裡大房東在那個東風街你知道嗎 那因為要去捧場嘛我們就去看到他在外場去端盤子出來 然後去點菜什麼之類的啊其實那時候沒有多想 但是事後現在我想起來就是說其實他有放下他曾經國小高中高中的一些光環 他願意拉下來去做這件事情去延伸他人生的一個 那道路的轉換我覺得確實我現在想起來是不簡單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一個部分 就是可能大家要有一些自知子民或者旁邊的教練啊或者是一些師長 其實可以提供他這樣資訊去做提早做一個轉換 我相信這邊Danny哥也可以分享的是 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跟舉例 我覺得舉例不是舉可能失敗的例子或是不好的例子 而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是可以跟聽眾朋友們分享的 呃我是認為啦今天所提出來說這些球員後來就整個跑偏了 然後出現所謂偏差行為來自社會問題人物的時候 坦白講你什麼行業人都有 只是今天變成說好像下標題下HBL 球星當然球星也有些人出了問題就像剛才實行教練講的 我印象很深喔就是我 的臉書邊有一個是 桃園市新屋高中的黃英青老師 黃英青老師是很酷耶 他大概是全台灣籃球教練裡面最會賽車的 他超強 他這很強然後他車也很多 老師那時候講過 他真的很麻辣心思又帥又有想法 他說同學畢阿跟他們講說免疫說 大家好好學啦 不要想要去賺什麼偏的 不要做偏門啦 也不要想要賺塊錢啦 好好做 但是為什麼這樣 他說其實他很清楚 有些孩子就是會跑掉 跑偏的 那我們這幾年所看到 包括有提到說 這些球員們出現在社會新聞裡頭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乃至於最明顯的就是假球跟賭博這件事情 直接重創 那這個東西你不能夠說完全沒責任 然後這過程中也會有人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整個社會體系的時候的 整個完全的照料 而不是只有單一個案 那我們可以舉出很多成功的例子 剛剛他講的去學 但這過程中有很多學生他其實是受不了 不要說今天 他到大學的時候認知到他不能打上去 有的甚至就覺得說 算了啊 我就去做別的啊 我去 有的甚至不到大學 有的可能國中B 我最近聽到一個個案 有一個情況是 他國中打得還不錯 結果他高中之後腿斷了受傷 就絕對不打了 才高一耶 他就跑去做 跟人家做日本料理當學徒去 可是那個球員可不可以打 我跟你講他回來 他一樣可以HBO家族 可是他就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說他 他難道就會認知他 我覺得現在的說法是說 不打球就真的一定會怎麼樣怎麼樣 絕對沒有 我覺得只是會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談 那我當然也希望像我自己 我的社群裡面會有一些孩子 會有年輕人 然後他們打球 有的就是已經淡出了 然後有的有正常工作 有的你就一看就知道 他可能是社會人社會式的 一看就知道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只是他自己選擇而入 那你說要把這件事情硬扣過來 其實實際上大家可以去查 出現在社會新聞的 關於運動選手的 絕對不是只有籃球這一類 還有 為什麼今天這些東西會 格外受到關注 因為大家覺得他們有資源 成長過程怎麼樣 但是你看到很多運動選手 他為什麼還在上社會新聞 那些東西都在講 又這個東西當然 站在一些比較學者的立場 他會把這個去延伸到 講的就我剛才講的教育 推到前面去說 教育其實整個應該要改變 而體育班就被拿出來講 說你只光顧著練球 你光顧著比賽 你都不好上課 然後你在這過程中 我們以前甚至討論過 包括手機管理 什麼之類放假 你剛才講放假 現在小朋友是這樣 我們寫一寫 不要說高中假期 連個國中禮集我寫完 沒多久你就看到IG先動一堆 為什麼 喔 球星啊 被寫到了 然後你說他真的有很好嗎 其實他是真的不錯 但他有好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社群的環境 其實使得他們在整個認知上 我常常會跟教練講說 我寫了 我會觀察到球員後來表現 有的一寫之後 真的偏了 你知道就 覺得自己是森巴 你飄了飄了 然後你就 你再下來再看他 就覺得說 就這樣啊 你也只有這麼一點人耐而已 可是有的你會覺得說 他很棒啊 他很專注 我很喜歡幾十星球員 以前帶過的球員誰 陳又瑋 所以我國中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那時候沒有那麼高 那時候國二才一百七幾 然後我說 這球員不錯喔 我那時候拍照 這球員打球 觀念什麼都蠻好的 後來他知道 他小學是永平國小 就是已經打全國賽 然後他的那個 然後後來他國中的時候看 國三的時候在精華 暴漲到一八幾 我說哇塞 他一八幾打後 就他的局啊 結果後來呢 他就去了南山 然後呢 陳又瑋這個球員 他很內斂 他真的很內斂 他從小就很內斂 因為我問過他的小學教練 有蘋果小 我也是去問他 帶過他的教練 又問他 又鄭傑問的事 然後石青 他從小就是一個 很乖的 就是他很穩定 然後呢 你今天他進來學第一 很認真 防守 傳球 學住什麼傳球 然後學啊學啊 可是你知道等到他高三 讓他跳出來 他也真的跳出來 所以又我從小就這樣子 到他現在打 直彈也一樣 你就會發現說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那是家庭教育 那小孩子的個性 您接觸過他的父母親啊 低調內斂 真的啊 然後你就會發現 那你說 這是不是正向的例子 是 然後有些球員就是 執行教練也帶過很多 都學生此起 他們喔 就是家裡面很辛苦 然後可能學校可以 給他們一些獎助學金 幫他們 然後就是很認真 然後讓他們有好的大學去念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想一個事情 就像大家很喜歡舉例 現在去念台師大有什麼好 又不是以前 一定可以當老師 現在你要上教程 你要教檢 你要考試要什麼之類 你要等那個老師哪那麼容易 超難 超難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還是 很多人覺得說 我去念國立大學 其實我跟一些家長聊過 我說 是我小孩如果有機會念台灣師大 我可以回家去 因為那個學校就是民校嘛 你既然不能當老師 你還會想去 可是這個社會氛圍就是這樣子 社會氛圍 真的是這樣啊 大家會覺得說我想要去民校 然後去想要可能之類的 女生 根本不用講 北一女 那個民校率100 很多需要 早餐怎麼拉都拉不過 為什麼 北一女啊 講說希望小孩子去念北一女 那我的意思是說 男生當然在這一方面上來講 他有各式各種的發展 然後這些人出現情況 他要談論的範圍變得很廣 今天舉的例子 講這些人 可能出現在社會新聞的這些人 他們是單獨個案 可能一次又一次 然後將假球跟賭博這件事情 在這個階段裡頭 又變成是 籠罩在直男裡面 跟學生籃球都有關係 對啊 那我就覺得說 這些東西你不能夠全部算到這裡 可是這個時候就來了 這些東西談到最後 還是在整個教育的範圍裡面 所以才會說 為什麼覺得這現行的教育裡面 環境出現問題 講體育班存費講了多少年 都不會變 為什麼 誰敢跟成績過於不去 縣市政府敢嗎 我們敢嗎 我們今天說體育班存費啊 我看到支持廢掉那一派的說法 正常的學習過程中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是啊 但問題是 訴求你扛 對 還有完整的配套是什麼 這些專任教練怎麼辦 成績考額嘛 對成績考額啊 然後你今天台灣的體育環境是這樣子 最喜歡用什麼講 講亞奧運有幾金幾銀 幾銅 然後籃球國際成績是什麼 籃球國際成績其實並沒有很多出 但是籃球是普及 最普及的運動人口 最多的喔 大街小巷大家都在打球 我們在聊這些東西 你說他國際成績有很好嗎 我們國際成績沒有很好 但是我們很多人打籃球 很多人打 我們現在因為自然而出現更多人 跟籃球產業相關的從業人員 你們都是 對不對 如果在以前的直籃 以前SBL他有 但不會有你們兩個 為什麼 他們哪需要什麼專業小編 公關不用啦 就公關人員不會做那些事情 他哪會拍什麼攝影 用那麼多 還怕蓋子的沒有 就發球 不是發球 比完了輸贏就發個動態挺多這樣 現在不是耶 現在球衣行銷各方面各種都要到位 然後丟下來資源這麼的大 然後變成說 其實我都有想過 直籃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基層籃球 HBL有熱 但為什麼SBL跟UBA沒有那麼熱 但為什麼後來會出現 大家看一下喔 現在的直籃球團裡面 你把教練拉開 包括實境教練這樣 直接從學生籃球跳上來的 有多少人 他們的教練人才從哪裡來 你一個工程師冠倫 冠倫辭掉 女男 對 他辭掉鄭斌 他還沒辭掉之前阿長還去拍過而已 我們當時還拍他 我說 鄭斌欸 您冠倫當教練拍一下 我也沒拍過 拍完之後 後來總統是成立 他辭掉 就有人跟我講說 他不懂耶 冠倫為什麼要把專任教練辭掉 我說 你覺得冠倫待得住嗎 冠倫個性 他從以前年輕打球 這一把機會耶 歷史耶 就要奔放 對啊 奔放 他那個人實際是熟 他從以前打球 超熟的 冠倫就這樣 然後當冠倫的媽媽 我還跟他聊過 他們在基隆的體育界很有分量 你要他今天在那邊 當一個專任教練 挖在那裡 怎麼可能 那以後以後再說嘛 我先參加執展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這裡面 辛漢 陳辛漢他住就來了 辛漢也是 大學來的啦 高中來的啦 然後你看各隊 都是啊 沒有找老外的 然後你找的 海神 助理教練朱永宏 前一份工作是什麼 大安國中教練 嗯 大家都從基層籃球裡面 找人出來 為什麼 本來的教練 職業的 HBL就這些 然後你 哪來的教練 除了老外教練以外 就是從 大學跟高中裡面找人 嗯 而高中是這幾年 甚至十幾二十年 發展最完整成熟的 籃球聯盟 他們所 他們的壓力超大耶 我真的覺得HBL 我那時候跟他聊說 石欽不是剛來嗎 我們去年決賽的時候 哎呀石欽 連汽車變得蠻好的啊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不用在那種 沒有寒暑假 然後要忙著招生 那個生態真的很競爭欸 很競爭 那競爭過年放幾天 我們還可以做出來表格 你知道嗎 兩天半三天半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記得 沒說錯好像是 不知道哪一個教練 教練 教練你們放其他五天 蛤 放那麼多 我是不用放喔 我也要放假 既然要放 一天也是放 五天也是放 那我們放五天 那也有人不放假的 勇人高中啊 他們是沒有放假 他們是一體過年欸 在學校圍爐 對對對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 有一年是因為 賽事比賽期間八強離決賽 太近 但是後來他們可能就是 怕拉不回來 我有跟師母還有石沢教練討論過 他們不是拉不回來 他們有些孩子的家庭狀況是真的很不好 OK 對 那他回去過年 還不如留在教練師母旁邊 然後一起過年 嗯 那可能這個氛圍就會形成 嗯 那不管如何每個學校他要的不一樣 放 就像剛才石沈講的 練球練到什麼程度 拜託練到除夕 早上 中午放假 大有人在啊 然後除了晚上收假 對差不多這個時間 對啊 直接從阿爸家 直奔學校 對對對 結束除了還不能回娘家 哈哈 對那你就覺得說 他們什麼時候 然後 嗯 我以前有遇過那種 朋友 他們就是體保生 他們 可能從小學五年級 進體育班開始打 他說 他說 八年沒過寒暑假了 小學兩年 國中三年 高中三年 嗯 都要過這樣的生活 直到他練了大學說 我終於可以放暑假了 嗯 可是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在這個環境裡頭 生態 沒有人敢鬆懈欸 你如果在強效裡面更是啊 然後 大量的 支援進來行銷比賽 然後關注度 你看接下來 大概這幾天 大概副賽誰打得好了 誰進八強的 各種話題 什麼死亡之主啊 然後什麼 最後要搶外卡 等等 那後面 話題都會出現 那就是代表什麼 這個聯盟的發展 就已經到這樣 大家都欸 不過以前還有講過一個例子 一個HBL打出名的球員 比什麼田徑賽所什麼其他運動項目的國手 都還要有名欸 對 真的啊 你說今天喔 我是亞青金牌 亞運金牌 對你有獎金 你有這個 你可以考試這樣 但你可能比不上個子彈球員 的知名度啦 知名度 那種效益 對 當然這個東西是 不能夠這樣子去比 其實不能這樣類比 因為每個運動項目 我們都要尊重它 像我自己都覺得 那些國手 不管是什麼項目都一樣 他們本來就應該得到肯定 所以他們出來考試的時候 他們的分數加分是很正常 因為你的成績嘛 可是你看啊 今天國家為什麼會出現 專任教練這個制度 就是因為要照顧這些選手 退役之後 或者是包括基層 每個縣市在開專任教練缺的時候 他是這個縣市的 要的人 然後去培養 那你專任教練一上崗 你開始工作 你當然是戰戰兢兢啊 要招生 要成績 還要找資源 謝謝啊 然後比賽的時候 就把那個LOGO掛上去 球衣 練習一樣 然後四處打 然後就是找經費 然後呢 我又遇過教練說 我這樣一趟下來啊 我不誇張欸 一個暑假下來 要花幾十萬的都很正常 出國一例訓練更不用講 他覺得是機會數百來萬的 甚至更多 那為什麼這樣 大家就會覺得 我要有資源招生 欸 學生還會比欸 比一例訓練是去哪一國 以前十七戰的時候 疫情之前 Nike要有Nike Camp 還有比有沒有人去Camp 對對對 為什麼要去這個學校 因為他有Nike Camp 教練說你可以去Nike Camp 那打得好的 可以去A加Camp 對對對 對 然後就覺得說 很夯欸 裝備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覺得很爽啊 我們也採訪過啊 就覺得說 就這樣 就是享受那個光環 可是 你在那個年紀喔 Teenage的時候 這是你的天欸 你要拚到底欸 對 那你說 很多人講HBL 就只會講樂學 什麼青春什麼之類的 沒有的 可是也正因為這些基礎 堆疊起來之後 形成到現在的氛圍 這些職人的球員 都是這樣一路過來 教練都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要探討的東西 後來變得很廣 就變成是講教育的事情了 教育 最後是不是也請兩位 在分享 認為說這樣的體制 例如講到教育也好 完善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 一個 再完善一點 我覺得是 這相對來說 一定是要突破現在的體制 但有沒有一個東西 是你們覺得說 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這有點難欸 因為他 他 很難 一步到位 就是改變的過程中 會出現 不斷的修正 就像我剛才講的 可能接下來 我們還會看到 其他動作出現 他會針對這個 因為現在是 變成什麼 是規則要去 一定會被戳出來說 要重新檢討這件事情 他到底 適不適合現行的 這個時代的運作了 OK 那當然 說有發問卷嘛 一定還會再發問卷 然後到時候 可能維持原案的人 維持原來的方式的人 會占大多數 那提出來的人 他今天之所以會去質疑 或者是想要去衝擊改變的人 他勢必會有 其他的做法 更有力的陳述 跟更大動作的 各種參與 所以你說要舉到一個 可以更好的一點 我覺得其實都會想做 但是不容易 你說喔 是不是 我講個例子好了 大家都說 什麼有規定練習時速 其實真的你去看 現場都很難 教育他所提出的很多東西 是很理想化 然後你落實到一般的 學校環境裡面 你住宿 你怎麼做他練習時速夠不夠 怎麼超過 你又不可能定在那裡說 你練球怎樣怎樣怎樣 很難 所以我覺得 要找出一個很具體的方法去做到改變 我覺得此時 可能需要更多人去參與討論 不容易 對 確實是 因為很多制度來講 我們今天 聊了那麼多 我覺得都圍繞在 升學 然後教育 然後再來就是 一個蠻衝突的就是 戰績 對 勝利 所以以我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專任教練也好 或者是私立學要聘的教練也好 如果在於在 教練的這個角色 不敢說給太多保障 因為有時候總是 這種是挑戰性的工作嘛 也不能說 好幾年都沒有成績以後 我還是很安穩這樣子 所以怎麼樣去平衡 讓這件事情 讓教練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然後他 不是只有專注在戰績上 他可能去延伸到 我會考慮到校友會的成立 我會考慮到 球員未來以後 怎麼樣更好的發展 而不是整天就是 Focus在訓練比賽 然後移地訓練什麼上面的話 我覺得 對我來講 以教練的角度來出發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看怎麼樣可以 比較平衡 我稍微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實心教練有什麼特點嗎 我以前他在帶隊的時候 他跟我借過書耶 他借過戰術的書 原文喔 因為我有頭馬 然後他就借去 然後他說有教練 那時候兩個重點嘛 一個就是 Virginia你去的 Virginia的 Pack Night Defense 那個中鋒的書還在 我知道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 進攻 那一本其實是 進攻 那一本其實是印刷最普通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 簡易的 對 簡易 然後都是黑白 結果他們看的超愛 因為他講的是 目前NCAA 甚至全世界很主流的 進攻戰術 叫做Driple Drive Motion Offense Motion Offense 再細分出來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 我那時候直接在臉書上寫說 教練跟我借書我借 他敢跟我借為什麼 是英文 而且實際教練 是我認識的教練裡面 最愛看書的 這倒是 對不對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還有什麼教練愛看書 愛看臉書倒是有 愛看書很少 教練不看書 你沒有行錯一個環境 你覺得孩子會看書嗎 我們家長也是啊 我家還有很多書 我還有借過人 徐曉威老師 徐曉威老師 對 所以他那個啊 太極 太極規 所以他兒子也愛看書 他兒子我還寫過 他兒子 那時候打比賽的時候 我拍過 然後我就把照片放出來 他兒子長得很像他 那時候他是代表熊中去打比賽 然後我還跟 徐曉威老師的小孩 所以只有我拍過他高中 後來UBA在討論 他兒子台大 然後遇到那時候台大一級 然後跟徐曉威老師父子碰面對決什麼之類 我心想說 只有我拍過他高中打籃球的照片 所以做基層的好處是什麼 我永遠都跑在最前面去看到這些人 那徐曉威老師 其實我甚至有聽過他以前到高雄去高師大 他創立這個籃球隊 他讀書嘛 所以他小孩子要 他學生要寫讀書心得嘛 以前他有對讀書會 然後還要做公益 然後直接PO在臉書上喔 他們有那個成果發表 然後呢 他的那個什麼 他們比賽前還會異象訓練嘛 全部打錯 只有他會異象訓練 然後就覺得 超酷 因為異象訓練這件事情在 球員訓練運動心理上面是真的存在 因為老美真的也會在這一套 真的有人是這麼做喔 因為我有看過報道 NBA球員也有人是這樣啊 你要去思考 我在比賽中可能出現什麼情況 我會怎麼處理 我的Solution是1 2 3 我要怎麼做 因為是這樣想的球員他越來越把握 那我覺得是什麼 我都講過啊 籃球裡頭很重要叫 Read the defense Read and react 我今天閱讀比賽 我才知道我要怎麼做 那閱讀比賽能力來自哪裡 來自閱讀書籍 結果這個學生成長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 你好 你愛看什麼書 我有些時候去高中 或是大學聊天的時候 演講分享的時候跟學生講 你們真的有什麼喜歡的書 你就拿起來看 即便是漫畫書都可以 我說今天灌人高手電影紅 灌人高手電影紅 你把它拿出來看 你看得懂 都代表你程度提升了啊 安西教練跟櫻木花道講說 卡住籃板球一顆四分的價值 你去問很多學生 他永遠搞不懂什麼叫四分的價值 他可能要三分N1競算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在日常裡面 那當然 這東西就是各自的要求 你說有的教練他會 不想要小孩子去看書 因為看書會輸嗎 沒有那麼迷思吧 這已經過去那年代 我還送書給過學生 我以前 我以前 我最近 送書的就是送給張綠蘭 他要去美國之前 我送了 我送了NBA的書 我送了 Coby的一本小本的 Coby的書 跟Michael Jordan的 我直接送給他 我請李台恩送給他 李台恩教練 因為那時候要出國 我說你要去美國了 這書送你 因為它是英文 你去美國都要開始過英文的生活 而這是你最熟悉的籃球 Coby跟Jordan 再熟悉不過 那你可以去看 我以前送過啊 高國豪我也送過 Slam雜誌啊 許浩翔 現在在文化那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英文啊 高國豪出國 然後許浩翔英文夠啊 然後我就送他 然後我說這一本之後 你看得懂 同學大家都看不太懂 因為他是整本都英文 我喜歡做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剩下就是學生自己去領略了 對 我覺得真的 讀書真的是一個還蠻 蠻棒的 獲得啟發的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 我們的人生有限嘛 我們活的時數 雖然沒辦法去掌握 但是 你能體驗的事情 有 就是那幾樣 你認識的朋友 你遇到的事情 那有些 像我其實很喜歡看自傳 我最近就看了那個 火腿 日本火腿那個總監 麗珊教練 麗珊教練 對 因為我會對他有興趣 就是我看那個 大古祥平的紀錄片 然後他就會 一直說 因為我覺得我們近將 印象中的領導者 應該是那種很強勢 我沒有做錯 我什麼樣的 他沒有 他是一個很溫文儒雅的 他說 他甚至到大龍 大王他回到台港 他也錄 他一句話就 讓我想要去買他的書 我已經買了 現在正在看 他就說 其實他也蠻 蠻 就是有點愧疚說 他沒有在日本發揮出 他所回的水準 那有機會他會回來 看他的比賽 他就說出來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溫暖 這一個領導者 他會願意講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是 有稍微去翻他們 他對他人生來講 棒球 帶給他什麼樣的啟發 那你看了很多自傳 我很喜歡看自傳 是 因為你會 看到他遇到這件事情 他會有很多的處理的方式 可能A B C D 看了別人的經驗 我可能只想到B 但他怎麼用A 那如果下次 可能我可以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覺得書真的是 可以啟發你的一些思維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我要講的是 比方說今天假設有人邀請實行教練去演講 他可能是對著籃球隊員在講 他可能是對著體育系學員在講事情 可是美國是什麼 他是邀請你來企業講座 對 企業教練 對你跟一般的教練 你跟 還不是企業教練喔 只是我去 比方說我想到一件事情 你剛才講到教練 我想到NCW一代名帥 Coach K Shersevsky 他曾經出過一本書叫 Leading with the heart 你知道K教練這很多猛嗎 我們那一年去上海運動會 就是我認識你的時候 2011年NIKE的活動 現場來 那時候 杜克一出現 我說真的是杜克 他那個錄影的行頭 我們一看就傻眼 超專業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就大家記者會問問題嘛 然後我就問問題 然後我就用中文講 我說 教練那個Carrie Levin已經 離開NBA 就要去打 你剛才現在要打NBA 那 Austin Rivers來了之後 你會怎麼做 正常不是翻譯要翻一遍嗎 Coach K立刻Hold住翻譯說 你不用翻 我知道他問問什麼問題 他這一回我當然嚇到耶 你這樣聽得懂 就因為他聽到 Carrie Levin 跟Austin Rivers 那時候你是在現場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現場 我說 太強了吧 Coach K 這樣你也可以 然後他就講出來 我就 沒話講 他就講 Austin Rivers 他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他是 Duck Rivers的兒子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Carrie Levin怎樣 然後那時候我訪問Carrie Levin的時候 我有寫出來 他超猛 他那時候狀元嘛 然後我就問他說 聽說你很愛看書 他說對啊 我說你可以跟我講 你最近看了一本書是什麼嗎 他說10,000 hours rules 1萬小時法則 1萬小時法則 當時很紅是說 天下沒有天才 那些人都是因為 透過不斷的反覆訓練 然後強度什麼 累積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問Carrie Levin 立刻回答 我就相信他講的是真的 而且他愛看書 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後來我NBA 我寫過一個人 現在看他在奇異文隊 那個 Harris Harris 我是連看到他比賽的時候 他 人家不是都帶東西嗎 他手上永遠都會帶書耶 而且他有些時候帶一堆書耶 他會在旅行過程中 去看Tobias Harris 他會看書耶 然後他就有講 我就有寫過說 他為什麼愛看書 他就有講 像那個時候 LeBron James也有看啊 他說賽前看書 平常看書 可以幫助自己 冷靜下來 然後去想很多事情 可是很多人 他想不到那一點 他就覺得看書很累 對不對 我曾經把我一本書是 出版社送我們 就是那個罰球至聖 那個教你怎麼罰球 然後各方面什麼之類 送給一個罰球 不太靈光的酒員 教我通過中間人給他 試試在 噹他的感覺 他真的不好 因為他連罰球動作都不好 然後各方面 然後我就覺得說 以傳統台灣現行的方式 他也不會自己練 然後他也不會正式 我讓他看 他怎麼教的 他有幾個步驟 動作 回旋幾次 你摸的時候 他說摸要摸哪裡 球拿起來的時候 摸那個打氣孔 因為那位置不會偏 他就講 那個講的很科學 這個球 每個球 每個牌子的球 重量不一 文理不同 那你要怎麼拿起來 讓你自己保持在 穩定的情況下 就是你要拿出 你這樣轉 然後你要 無論如何都要扛外 轉到那個打氣孔那裡 拿著 然後拿起來動作怎麼做 然後自己呼吸 各方面站位 出手 後來的延伸 然後各方面 他出了一本書 結果那個小朋友 聽說拿到 就說有影片嗎 那你要說什麼 你只有 你只有 我覺得那本書很棒的地方 不是我不是打廣告 我後來動不動 只要看到什麼 因為我曾經 在講評的時候 寫過一句話 我甚至後來寫成文章 叫做發球線是籃球場上 最遙遠的距離 其實實際上不是嘛 三分線比他遠嘛 對面的底線也比太遠 為什麼是發球線 因為當你罰球的時候 全世界都沒有人 什麼干擾都無所謂 你就是面前沒有人放鬆 就只有你自己 你要對抗心魔 那是抗壓線嘛 你過得了就過 過不了過 古今中 有多少人 拜在發球線上面 所以我也是轉播 就很無聊講出這句話 後來我把這句話 就把它寫起來 然後就開始寫一篇 我就有寫過 然後專門探討罰球這個文章 因為我就是有興趣嘛 結果後來這個slogan 我就一直用到現在 我沒有去註冊 本來要印成衣服的 那好險 上一次陳文哥看那個我們比賽 飛克惡罰重贏 有沒有 那時候我就說 惡罰重贏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 我到現在看比較是這樣 你看到他 因為那時候很明顯嘛 飛克上去 他 mismatch 打那個對方的洋將 就是我切入買到犯規 我要去罰球啦 然後時間就是我先罰進 一分兩分也好 我至少是領先 我後面守住就好 你沒有罰進 你守住也是延長賽啊 而且有些時候最驚險的是什麼 落後一分 罰兩次 落後兩分 罰三次 我以前有拍過 有個球員 大學球員是 他三罰 那時候關鍵喔 他三罰全部命中 心臟大到不行 我跟你講所有人 其實也不是只有心臟 那個東西就是你平常 跟自己罰球的時候 你意向訓練嘛 你給自己的模擬考 你自己要到什麼程度 我現在屏住呼吸 我罰第一顆進 還有就是什麼 考驗更大什麼 到底要不要進 不進他做進攻籃板 誰要處理什麼之類 那個又環環相扣 你就會發現 這時候很清楚 可以看到有些球員 一站上去 他不是手抖 你就看到 他那個臉都已經 你這樣知道 病人已經都輸了 輸了輸了 為什麼 你跟我講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也不能灌籃 你也不能看過 你為什麼罰不進 因為你並沒有冷靜下來 去面對你的問題 考驗 我們看國際賽也一樣 然後那時候 我在美國的時候去採訪 那個老美教練說 你們的球員喔 罰完球不要急著要倒啊 往後跑 或者什麼動 他說把動作做完整 出去手就扣在那裡 然後他進球再走 我們都會出手之後 就好像後仰要趕快跑 他說那會影響到你前面的罰球 從此以後我每次看球員罰球 我再看 動作沒有完整 就算在球你進喔 你後面還有可能都不進喔 所以那就是很細的地方嘛 那為什麼 你要去思考要去了解 對 OK 今天真的聽了很多 哇 真實案例 然後也是聽了很多 應該是說 也不能說內幕 但是確實是很多是 體制上 然後要反映的東西 那也聽得到 很多是實力 然後他如何去反映在 真實的狀況上面 那要怎麼樣去做突破也好 怎麼樣去做改革也好 那今天真的很感謝 Danny哥 謝謝 謝謝Weber 謝謝史青 謝謝阿長 就來跟我們 類似說講故事 應該說是講故事 OK那 這一集兄弟來說 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Danny哥 謝謝 下一個拜託再見囉 掰掰 掰掰